至於在北韓這裡 上個月北韓才宣布是戰勝了新冠病毒疫情 領導人金正恩在18號 就特別和北韓醫護人員會面 並且公開向他們道謝 好 可以看到根據這北韓官媒的報導 金正恩致辭的時候 台下很多川軍府的軍醫部門人員 情緒激動忍不住淚灑現場了 金正恩結束致辭之後 也爆出了熱烈的歡呼聲 至於這些醫護人員 在北韓宣布放寬防疫線致辭後 也從緊急防疫體系 回到原本的工作崗位 觀眾朋友有一件事情不知道你們做了嗎 那就是趕快來訂閱我們的 CH52華視的頻道 而且記得喔 一定要幫我們分享 按讚 還要開啟小鈴鐺